欢迎大家收看上阅关心地团的南岛新闻 继续提升南岛关的环境评价 关于传播局除了不断提升环境的推动工作以外 今天都尝对民众关心的企业来加强推动 包括到环境的欺责、分手兼容和卫生环境 以及提升行政行业临行业来提出具体的做法 希望国会党专门来改善各种环境问题 PM2.5危害造成人体贵敏 博协都及企业相关设备 促进人数不断增加 因此关乎传播局 今年是特别加强、环境掲和处地 尤其是对PM2.5影响最明显的 露天前昇的部分 对于露天燃烧如果说没有查获行为人 我们也会来查证地主 跟这件露天燃烧的一个关联性怎么样 那如果说土地所有人 没有善进管理责任的这个部分 将来我们也会针对地主做处分的一个工作 那国道下来的那个闸道的附近 那一般民众都比较诟病车主都会乱丢垃圾 乱丢瓶罐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强做露營的一个监视 我们老官因为无所谓自己的分化楼 在今年度 传播局会开始整个未来 本所组组处理的设施 担对本所处理 跟人间英文红实定来做讨论以外 也同样的加强本所减量 清除土地回收的工作 因为在垃圾里面 还是有很大部分比例的那个厨余 生厨余回收之后我们会来做堆肥 那熟厨余回收之后我们会来做那个养猪 那这部分也要拜托民众把那个厨余 能够交给清洁队 公策的部分 我们有发现说市场的一些公策 都比较属于脏乱 那这部分希望将来能够锁定这个市场的一个公策 来加强它那个清洁维护的一个改善 为了提升行政后论 今年也推出四方会丹 民众会才是减账 那要申请宽宝喜库 宽宝教就会交集业者 但是宽宝教跟宽宝教委徒的顾问公司 是让周围开会找出问题 提升心者的速度 就由这些年度结尾 宽宝教希望 可以转明来真正原来的宽宝工作 这次行事长报道